大陆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 在大陆网民中引发热议 褒贬不一 网友更是找出了他当年写的 力挺薄熙来的打油诗 也再度将薄熙来收买作家 为自己造势的内幕曝光出来 莫言获奖的消息在11号晚间7点过后发布 样式台则在7点10分左右 首先在新闻联播中 以干稿方式插播简短快报 尽管官方高调宣扬 但民间却有不同的声音 网友表示 与12年前华裔的高行舰获奖师的鸦雀无声 形成了鲜明对照 还有网友陶侃说 恭喜莫言成为中国第四个诺贝尔奖得主 史上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首位官方承认的获诺贝尔奖的中国籍人士 网友翻出了当年莫言为歌颂前重庆市委书记 薄熙来写的打油诗 唱红打黑声势龙 举国巧手望重庆 2010年西南地区遭遇大汉 百姓苦不堪言 而重庆仍在三月份邀请了250位作家 在当地举办作协会议 莫言也是其中一位 这些作家享受总统套房 宴席和奥迪车接送的高级别待遇 在当时引发强烈质疑 中国社会文学的现状 以作家协会是最典型 作家协会是一个党领导下的机构 它是在中宣部的领导下 所有这些个作家 他们首要的任务是为党服务 为宣传服务 因此在作家协会里边 是没有纯正的作家的 莫言是中共党员 1986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后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 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文学硕士 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新厂记者长春雄斌采访报道